大家好,講起何尚鄉地標不得不提侯士祠堂 這個祠堂建在明朝末年,在清朝乾隆年間也修緝過 在2003年立為歷史建築物,政府也資助過它的翻身 所以才有今天看到灰塑或雕刻填上顏色,美緣美緣 祠堂一般用在祭祀或張爾大寺 他們也用了紅沙岩比較名貴的建築材料,可見他們的重視程度 地台比較高,相信是預防水浸設計 香港猴士的原居地就是上谷縣 棍縣製其實就是秦漢兩代所用的 跟很多客家文化或人的歷史一樣 其實他們都是由中原、關中、龍西一帶 慢慢向藍寄,特別是魏晉南北朝這些極度混亂的 去到宋代就遷移到現在的河上鄉 如果大家看回宋王台,連宋低丙都要逃難來香港 其實他們的祖先都相當有清見之明 另外就是河上鄉這個土地位於很近這個浪源濕地 變成了土地都很肥沃 對傳統龍間文化其實就非常有用的 亦都很有先見之明 他們這個建築風格其實就是客家文化的四點金色 和中國四合院其實都相當接近的 兩邊雙房 他們現在一邊就做廚房做頭 另外一邊就吃飯 放了一張桌應該是吃飯的地方 大廳我就走馬漢花 就繞了一個小半圈 讓我深刻的就是這隻水車 以前農田水大家都知道種田的水很重要 抽水怎樣呢? 抽水就是用這些水車 木主要是木製造的 就不是用現在的泵 那這些水車其實在幾十年前就會多一點點 但現在其實真的買少一點點 那旁邊還有些座頭啊 爬啊那些龍間工具 那大家都可以參觀一下 那因為比較等巴士其實比較人多 其實我也這樣就去了 那其實在影園河翻 近這個類似監獄那邊 其實有一條小路走的 你都可以見到 其實他們的傳統建築物 是一十年代 還用著相當傳統的青磚建築的 那去到一九八零年 又有一些不同了 看回十二年前的相片 剛好那時候就可能是新年後 那他們貼了輝春 其實很有圍村那個特色的 那十二年真的都變化幾大 那它的廁所後面以前是魚塘 那現在填了 那有很多黃牛 也都有水牛的 那當年其實禁區還未開放 那女子監獄其實就在興建中 那也都見到浪源濕地 那扣近的上水那邊 也都有人耕種的 有人在撕肥 大家見到的屋其實就是 是起高一點的 有少許是頂高一點 就是這些了 那他們的那個 美別展小學啦 那十二年前的祠堂 小巴站 還有做鐵棚的竹 下次見 拜拜